天府之地 四季分明 温师恒定 雪水润泽而起 或漏或饮 共振古蜀之脉 繁荣壮阔 一魁夜中傲力 锋芒尽现 翠鱼八重古迹 翠鱼言传深寿 调索锦池多好 甘烈 浓醇 悠久 金字招牌 茶香天府 共饮一杯 中国好茶 杨子江中水 蒙山顶上茶 这具流传千古的家具 在四川大大小小的茶馆中 尤为多见 古诗云 蒙山之巅多秀林 不生恶草 生书名 享有鲜茶之意的蒙顶茶 以它独特的品质 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 配合传统之茶工艺 唯一是独真 金字招牌 走进亚安蒙顶山 品一壶 绝世讨茶 神农本草中曾记载 神农长白草 日域七十二毒 得茶解枝 从此 茶便在民间流传开来 茶的利用历史 与药用植物一样久远 它伴随着人类文明的进程 不断演变发展 形成了独特的茶文化 四川作为茶的原产地之一 茶文化更是渊源流长 亚安蒙顶山 自古就是产茶圣地 还是春寒料鞘的时机 亚安明山的茶园 却是绽放心律 传递着春的气息 蒙顶山中年鲜雾缭绕 山中似时变幻莫测 增添了神秘的色彩 蒙顶山历来以茶 闻名一世 当地的蒙山派茶道 也历史悠久 龙行十八世茶祭 它是蒙顶山蝉茶中所独创的十八道县茶祭 金庸老师笔下的祥荣十八掌 给武侠文化的热爱者带去了无限遐想 而在茶境 融合传统茶道 武术舞蹈等一身的茶境 龙行十八世 给茶文化的热衷者带去了无限的神秘 我们的记者迫不及待地 想要来尝试一番 龙行十八世的表演 不仅需要特定的传统服饰 茶具的使用也十分地讲究 长嘴壶常用得多为铜制 根据表演者自身的身高 虎管长九十五到一百二十五厘米 龙行十八世模仿着龙的动作 每一世都包括了龙字 我来试一下 那我就到这个位置 哎呦我好僵密 太似简单的动作 活生生地学着死不下 经过记者的体验之后 才明白了什么是台上一分钟 台下十年功 我怎么摔不过去啊 我这样过来吗 对对对 真厉害 主要是这里供奉的就是咱们的茶主无礼珍是吗 对是茶主无礼珍 据史料记载啊 无礼珍就是我们名山的人 相传西寒甘露年间 他在龙山把野生茶树 移植到这个茶园进行种植 他是我们这个中国历史上 把这个野生茶树进行人工栽培的第一人 也是我们目前有文字记载的种茶的第一人 后来被我们奉为茶主 蒙鼎山是我国历史上有文字记载 人工种植茶叶最早的地方 由于甘露具有纪念种茶祖师吴李珍之意 加之甘露的凡语一丝为念祖 再者是茶汤鲜爽味如甘露 因此蒙鼎甘露很快成为亚安茶区产量最多的名茶 从寒代一直到这个我们宋代 到这个清代一直都有这种面积 他一直经历了很多草代吗 经历了很多草代 就是你看我们康代有这方面的关于我们共茶 五代时期有某些的茶谱 到了明清时候有这些我们的险子 或者我们自己奔情 同样自己奔情 吴李珍习灵明之种 执于五丰之中 故有鲜茶之余 黄茶园美名 由此传播四海 蒙鼎山也仰仗于吴李珍 把蒙山茶推向了全国 推向了世界 这就是黄茶园 就是我刚才给你介绍的这个茶主吴李珍 当年种植的七棵茶树 现在一直保留着到现在应该有多少年了呢 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 从唐代开始就把它围起来 然后重点的保护 并且作为共茶 我们这个每年的话 以前还是要进行管理和种植的 采责的 现在还产茶叶吗 还要采 采得很少 每年大约只采得到二两茶 是作为我们蒙鼎山 中国茶文化 来自世界茶文化的一个标志性的图片和文物 亚安地处中国和世界最一绿茶生长的 神奇的北纬三十度 海拔八百至一千二百米的高山茶园 降雨 日照 多物等气候和酸性肥沃土壤 生物多样性丰富 自然环境优越等自然条件 造就了千年传送的蒙鼎山茶 蒙鼎山上有一口甘露井 香船打开这个井盖就会下雨 这个传说也一直流传至今 我们先不去深周它的出处 下雨和蒙鼎山温润多雨的气候非常的吻合 高山云雾出好茶 这也证实了蒙鼎山上的气候 非常适合茶叶的生长 二月中旬 正是冬去春来的过渡时期 雅安市鸣山区中风镇牛年平等 四川省鸣山茶树两种繁育厂茶园 采茶工人正跨着竹篮 穿梭在茶园中 双手翻飞 鲜熟的采摘新鲜的嫩尖 一天之际在于晨 一年之际在于春 今天正是好天气 我马上就要去感受一下这勃勃的生机 体验一下采茶的乐趣 诶 大哥你好 请问一下你贵姓呢 我姓厚 厚 大哥你好 请问一下你采茶有好多年了 大概二十多年了吧 二十多年 那你肯定采茶来告诉我 一般 既然我想跟你来一个小小的比赛 你看要得不 你跟我比赛 嗯 怎么比 怎么比 这个样子 你把你采茶的框装美 我把我采茶的框装美 要得不 我的是这个框哦 那我的是这个框哦 哈哈 我刚刚从那个侯大哥那儿偷学到 现在呢就是投茶的开采期 然后呢都是像这种丹养的 丹养的这种 没有那种一牙一叶的哈 就现在凭我先手 那个家伙我讲书的款 肯定可以给他们 哎呀不行了不行了 这个再扎个车 这个结果都已经是一目了解了 哈 厚大哥 我想请问一下就是 我们采茶有种带牙 它适合用于哪些差略呢 这个可以做成黄牙吗 甘露嘛 还有朱叶青嘛 丝花嘛 对 他写的这个 丹养就是最好的嘛 是 这储存的丹养它是最好的 一二一叶它就可以做甘露 可以做成高档的毛红嘛 叶片景凑凑多银毫 难怪白居易在 勤茶饮尸中也赞到 勤里之文为露水 茶中故旧是蒙山 什么样的鲜叶 做什么样的茶 茶农们早已了如指掌 茶叶的采摘标准为单牙或一牙一叶 刚采摘下来的新鲜茶叶要摊开晾干水分 然后三炒三揉杀青塑形 投炒的目的是杀青 杀青的关键是控制温度 通过高温阻断酶醋氧化 将鲜叶放入锅中翻炒 用双手将锅中茶叶抓起 五指分开 倒入闷的手法相结合 带到茶叶含水量减少 进行投拧 揉拧的目的是让叶片的组织细胞 碾压破碎 富含营养的细胞液 渗透到叶片纤维当中 使茶叶的氨基酸 茶多酚等营养物 更容易溶解到水中 喝起来茶的滋味也更饱满 手工制作环环相扣 紧接着就是二炒二揉 同样的步骤 不同的温度 手法 时间 力度 全凭师傅手上的感觉 这就是手作魅力所在 从我们选茶到制茶到烘茶茶干 它都是顺手工 然后手工茶它是主要是传承嘛 它是量少 做出来它就位秀为贵嘛 手工茶它的蚝 这茶蚝全部体现在这个茶的表面 如果说机制茶它的茶蚝 就是他们所谓的提好 就是不嫌好 没有看不得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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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